哈喽,大家好,我是DJ Jason 在这个时期,是不是觉得我们孩子很可怜 上网读书,上网Tuition,整天待在家里 不是整天无所事事 就是很多力气,不知道要去哪里消耗它 那我们身为父母的可以做什么 DJ Jason今天跟你分享 身为父母的我们整天待在家里看着我们的孩子 而且我们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我们可以怎样帮到他们 让他们的时间比较好过 第一个东西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 跟他们一起做一个时间表 时间表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习惯了 上学的时候呢,几点是英文课,几点是科学 几点是道德教育等等的 那没有了时间表,可能他没有东西期望 他也不知道接下来下一个小时 或者是这个傍晚,他要做一些什么东西 时间表让他知道,然后也有planning的习惯 重点在跟他一起商量 除了上课,除了补习,除了做功课之外 我们还可以 include play time and free time 玩游戏的时间 甚至可以 include nap time 睡觉的时间,睡午觉的时间 那这些活动呢,让我们的孩子 got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他们会期待,今天当他们上课完了 他们今天可以有时间做什么东西 可以有自己的时间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那这样子会不会更开心呢?当然会啦 然后第二样东西呢,就是我们给他们一些任务 任务不一定要在同一天完成 你可以给他可能五个任务 看看你孩子的能力吧 小学,中学,或者甚至是幼稚园也可以 给他三五个任务 在五天里面,他自己选择在什么时间去完成它 幼稚园的可以简单到说 好,妈咪,希望你可以把你所有的玩具 可以洗的这些玩具,都拿去清理一下 肥皂在那边, sponge在那边 你可以去洗手间清理它 那小学,中学的可以给他们清理他们的书厨 没有输出可能可以清理他们的书包 叫他们去洗他们的书包 Let them wash their school bag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让他自己去想办法洗 不要跟他说怎样洗 给他用他自己的方法去洗 或者是比较挑战性一点的 给他换自己的备单 就他自己去换,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做 如果他叫你帮忙,父母亲把你自己的这个身份放掉 然后以朋友的身份帮他 听他怎么说,不要急着完成那个任务 一起来面对一些这个挑战 可能被担太大,抵达太重 看他怎么说怎么讲 跟着他一起完成这个任务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孩子的习惯 有的孩子甚至可以一天做一点 有的孩子第一天就做完他 这些都让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孩子的习惯 第二样东西也教到他们责任感 They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finish the task 当他们完成他们的任务了 父母们不要忘记站好他们 Don't forget to praise them 如果他们做不到 跟他们商量,他们需要一些什么资源 或者需要一些什么 在哪一方面需要我们帮忙 他们才可以完成他们的任务 第三样东西我们可以跟他们做的就是 跟他们一起做运动 做运动很重要哦 因为他们没有的跑,没有的跳,没有的跟朋友玩 那每天只是手指眼睛动而已 那身体这些力量都没有地方消耗 那我们可以跟他们做tabata tabata很有趣 那第一天可能做half set或者是one set two sets,three sets that's even good for you 对你也好 那给他一个目标 重点就是跟他们说 我们第五天或者是第七天或者下个星期一 我们希望可以一口气做三set或者是做五set 那他们就有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你也可以跟他分享 他们可以得到的利益是什么 可能是开学后去打篮球 会有stamina,maintain stamina 去打Dekuando,不会这么快喘 可以跟他share what are the benefits that they will get after they manage to complete the exercise routine 就很简单的三个小活动 希望你跟你的孩子每天的时间 过得更快,过得更好,过得更有意义 在下一个video,Teacher Jason再跟你share三个活动 拜拜